每日神话 是神的琐事 是神的性情 他活在了神的爱中 看见了神的爱 人要爱神 得体尝到神的可爱 看见神的可爱 这才能激发 人爱神的心 激发人 为神忠心花费的心 神不会让人 凭着字句 凭着想象去爱他 他不逼着人去爱他 而是让人 有自发的爱 让人从他的做工中 从他的说话中 看见他的可爱 之后在人里面 就发出对神的爱 这样 人才能为神 做真实的见证 人爱神 不是在别人的鼓动之下 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 而是人看见了 神的可爱成分 看见了神 值得人爱的地方太多 看见了神的拯救 神的智慧 神的奇妙作为 因此而对神 发出真实的赞美 对神发出了 真正的渴慕之情 激起了不得着神 就没法生存下去的激情 真正为神做见证 之所以能为神 做出响亮的见证 就是因为 他的见证 是在对神 有真实的认识 对神 有真实的 渴慕的基础上的 不是凭着感情的冲动 而为神做见证 而是凭着 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性情的认识 而做见证 因着对神有了认识 而感觉到 务必得见证神 务必得让所有 对神渴慕的人 都认识神 都知道神的可爱 知道神的实际 这见证 就如人对神的爱一样 是自发的 是有实际的 是有实际意义与价值的 不是被动的 空洞而无意义的 之所以说 真实爱神的人 才是活得最有价值 有意义的人 才是真正信神的人 是因为这些人 能活在神的光中 能为神的工作 为神的经营而活 不是活在黑暗之中 而是活在光明之中 不是活在 无意义的生活之中 而是活在 而是活在被神祝福的生活之中 爱神的人 才是能见证神的人 才是神的见证人 才是被神祝福的人 才是能承受神应许的人 爱神的人 是神的知己 是神所爱的人 是能与神同享福分的人 这样的人 才是存活到永远的人 才是永活在神的 看顾保守之下的人 神是让人爱的 是值得所有人爱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爱神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为神做见证 都能与神同掌王权 真正爱神的人 因着是能见证神的人 是能为神的工作 献上权力的人 所以这些人 都是能走遍天下 而无人敢抵挡的人 都是在地上 能掌王权 而狭管众子民的人 这些人 是从世界各方 走到一起的人 是从世界各方而来的 不同语言 不同肤色 但有相同的生存意义 有相同的爱神的心的人 都是有相同见证的人 是有共同心智 共同愿望的人 爱神的人走遍天下 见证神的人横贯全宇 这样的人 都是神所爱的人 都是神所祝福的人 这样的人 永远活在神的光中 东西 根本有所帮助 是不是 对 这边我建议 是 有